各位頂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元經討論會, 而我們的主題呢,仍然是四年充滿第七, 那麼我們今天的經文呢,就是馬克福音十六章十五節, 在這裏呢,耶穌呢,首先是一個大使命來的,耶穌呢,給他們一個大使命, 有沒有人讀這段經文? 我可以讀,讀到第二十, 是啊,是啊,我們打出來的那些你讀, 就是你只是打出來的那些,是嗎? 是啊,是啊, 好啊,馬克福音十六章十七節, 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命趕鬼, 說心謊言,手能拿射,若學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跡隨著,正是所存的道。 好,謝謝,這個經文其實我們已經提及過好幾次的了, 那應該大家都應該有印象了,那我現在就開始主要是問問題了, 問一下大家,等大家去回應。 這個經文,這個經文的背景一開始,耶穌是說那樣叫做什麼? 耶穌叫他去做那樣東西是叫做什麼? 大家可以說出來的。 神跡。 一開始,一開始,一開始,第十五節,信的人,信的人,是。 一開始,十五節,大家看回那個,你如果,你喜歡,你可以揭開你自己的聖經, 馬虎福音十六章十五節,第十五節所說的,我們通常叫他做什麼? 大使命。 誰知道他? 是的,大使命。 那就是,講到大使命呢,就是你回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興。 那就去一路傳福音,信而受使,必然得救,不信的必定罪。 那所以,耶穌以下所說的東西,應該是應用去什麼時段呢? 應該應用去新約時代啊,初期教會啊,就是初期教會啊,還是去什麼時代啊?我想問問大家, 根據耶穌所說的這句話。 好的,大家再想一想,跟經文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興。 信而受使,必然得救,必然不信的必定罪。 然後就講到神跡歧視的應許。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這些應許到底應用有多長的時間? 幾長的時間,耶穌這個應許信的人哪有神跡,除了他們是有效的? 根據十五節,那個時段應該是有多長的? 直到世界的沒了。 是的,沒錯了,就是傳福音直到世界的沒了。 總之,這個世界仍然可以傳福音的時候,這些應許仍然存在的。 所以呢,這個經文很清楚,沒有限制到神跡的時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叫因此終止論,有沒有聽過啊? 有聽過的可以出聲,有幾多人聽過啊? 就是沒有聽過啦,沒有人聽過?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OK。 因此終止論,基本上是這樣的。 他就說呢,在初期教會,為了信徒有能力證明,神耶穌的真理是真理。 所以呢,神在那時候就賜給祂行神即其事的能力。 因為聖經很清楚說到,使徒是有行神即其事的能力的。 甚至在寶羅說到他自己呢,我所說的話說的,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是用聖靈和大能的名證。 那麽呢,就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我什麽都不敢提。 但是他值我言語作為,用神即其事的能力,使外幫人順服。 這兩個經文呢,是寶羅自己說的。 就是他傳道的時候呢,是有話語和帶著聖靈的能力的。 是,和神即其事的能力是很清楚說到的。 在其他經文,在希伯來書都有說到呢,傳道給他們的人,那個不是寶羅。 是,不是,對不起,講錯了。 希伯來書的作者不是寶羅,因為他是有人傳道給他。 寶羅很清楚說他不是有人向他傳呼音的。 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不是寶羅。 而他講到呢,傳道給他的人呢,都是用神即其事的。 那麽所以呢,在聖經裏面呢,是有不同的經文告訴我們, 初期教會是用神即其事和神的話語來傳呼音的。 那麽而,嗯,有些人就覺得今天再沒有神即, 即是在某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理論。 那麽這個理論呢,就是說呢,初期教會,神是特別賜給他這個神即其事的能力。 但是呢,到了,嗯,初期教會完了,啟示完畢, 即是新約聖經啟示完畢之後呢,就再沒有神即其事。 就是講到這個恩賜終止論。 即是這個恩賜呢,是會終止的。 那麽這個經文呢,就在哪裏呢? 因爲我沒有打出來,對不起。 就是在哥倫多禪書十三章尾那裏的。 那麽如果大家可以呢,你可以, 揭開聖經,或者你的手機聖經, 那麽你可以去哥倫多禪書十三章。 在尾那裏,嗯,第八節開始。 那我讀給大家聽一下,那我讀一下又解一下。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廣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 那這個先知廣道其實是說語言的, 但是因爲翻譯聖經的人, 翻譯戶合本的人呢, 他們不太接受說語言這件事。 那麽呢, 還有他們覺得, 不應該經常都是說語言的, 那麽因爲說語言都可以說, 好似先知,救了先知, 向以色列人說出一些的說話, 去提醒他們應該悔改什麽罪, 或者怎麽遵從神。 那麽所以他就把它翻譯做, 先知廣道。 那麽就其實是說語言的, 原文的意思。 就是包括廣道, 也都包括說語言的。 先知廣道, 先知廣道之能, 終必歸於無有。 說方言之能, 終必停止。 即是將來呢, 說方言之能, 都會停止的。 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即是所有的, 我們今天有的, 知識這些東西, 都不再重要的了, 這樣的意思。 不是說天堂, 我們沒有知識的。 好了, 我們現在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等到那完全的來到, 者有限的必歸於無有。 那麽這麽講到, 等到那完全的, 完全的來到, 到底這個完全的來到是什麽呢? 那夏文呢, 就會判斷這個完全的來到是什麽了。 第十一節, 我作孩子的時, 後懷語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作法孩子的時, 丟棄了。 就講到, 即是現在是孩子, 將來就是成人了。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 到那時, 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 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OK, 這句說話, 所講的, 到底是什麽時候應驗呢? 他說我們現在呢, 好像對著鏡子看, 因為他們當時的鏡子呢, 是不像我們今天, 有玻璃這件事的, 他們用金屬啊, 磨到它很滑啊, 那就等它可以反光啦。 那這個是, 所以他們當時看到的東西呢, 是模糊不清的, 不是很清的。 那, 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那, 那個問題就是, 那時是什麽時候呢? 那, 我們只看經文, 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面對面, 面對面什麽呢? 是不是面對面耶穌? 和面對面全部的真理呢? 就是神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呢? 那, 然後呢, 我如今所知的有限, 我們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到那時呢, 就完全知道了。 那, 我們看這個經文, 我想問問大家, 你會覺得, 什麽時候我們是面對面, 和呢, 是什麽都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主耶穌知道我們的程度, 是去到什麽程度呢? 那, 大家可以回答這句說話。 主耶穌知道我們的程度, 去到什麽程度呢? 耶穌再來。 是,耶穌再來的時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主知道我到什麽程度呢? 什麽程度呢? 他主耶穌認識我到什麽程度? 審判那時? 你再說一次。 審判那時? 我問你的問題是, 主耶穌知道我到什麽程度? 你說現在耶穌知道我們什麽程度呢? 無論現在和將來都是。 他是全知咯, 是很深入的。 是的, 很深入的知道。 好了, 到那時, 我們就全知道, 好像主知道我們一樣, 那麽我想問大家, 這個經文顯示, 這個時候是什麽時候呢? 到那時是什麽時候呢? 到那時是什麽時候呢? 你覺得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是的, 耶穌回來的時候。 但是呢, 那些恩事終止論的人呢? 就很多呢? 就很多呢? 就是講, 到那時就是, 新約聖經啟示原筆。 初期教會, 原筆的時候, 就是我們全知道了。 我想問一下大家, 是否那時我們就好像耶穌知道, 我們這麽知道, 知道了所有真理呢? 在啟示聖經原筆之後。 你覺得這個聖經, 就是說到底, 是哪一樣是準確的? 不是。 是這個經文經驗。 有聖經很多東西不知道。 是的, 其實呢, 第一, 我們知道的, 只是聖經所講的, 我們知道。 對於天堂, 地獄, 審判, 和神的作為, 將來天堂是怎麽樣的? 和神, 現在認識我們的程度, 我們根本是, 知道的, 很有限的。 所以這個全知道, 到時我們就全知道, 是什麽時候呢? 先都有人答到了,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不過呢, 恩賜忠子論的人就說, 在初期教會啟示, 啟示錄, 寫完了之後, 寫完之後呢, 寫完之後呢, 就是全, 我們就全知道了, 全部知道了聖經, 那, 這個聖經是很堅強的, 很牽強的, 非常之堅強的, 為了要證明, 現在沒有, 再沒有這些屬靈的恩賜, 就是為了證明呢, 今天是再沒有神跡其事, 再沒有上面所講的, 先知廣道, 就是預言, 還有呢, 說謊言, 這些一切都會, 就是已經停止了, 再沒有了, 所以呢, 他們會否定, 馬可夫欣十六章所講的, 是今天可以認, 其實馬可夫欣十六章, 單獨來說,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是講到今天也沒有的, 不過, 有些人就有一個恩賜忠子論, 就講到將來, 就是在新約, 正經啟示之後呢, 就再沒有這些, 任何的, 這些的, 神跡其事呢, 再沒有存在了, 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理論呢, 在有很多教會呢, 都頗流行的, 就令到他們不相信, 今天仍然可以有神跡, 或者某些人可以有, 醫治的恩賜, 辨別諸靈的恩賜, 先知的恩賜, 他們是否定的, 那我們去回,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馬可夫欣, 馬可夫欣十六章, 這裡, 這裡, 清不清楚講出, 多久的時間, 有這些神跡其事的能力, 清不清楚呢, 因為它那個範圍的時間, 就是你們往普天下, 去傳福音級萬民聽, 信而受世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備力, 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那所以這句說話, 耶穌所說的這句說話, 是應用到幾時呢? 應用到世界的沒了, 是的, 應用到世界的沒了, 就是仍然有傳福音的時候, 就仍然會有這個神跡其事的能力,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那些神跡, 它不是全部都列出來的嗎? 那其實呢, 我們另外看的經文, 《士堂人傳》二章十七節開始呢, 我們也都是有看到它, 講到這個, 說喻而, 電意象作而夢的, 這些神跡其事, 那而在《士堂人傳》二章十七節呢, 我們之前看過呢, 時間是多少, 大家有沒有印記, 在《士堂人傳》二章十七節呢? 我們可以看前的經文, 三個經文就是《士堂人傳》二章十七節, 是有幾長時間呢? 是可以有這些說喻而言, 建意象作而夢, 建意象作而夢, 因為它後面那裡有講到, 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這就是世界每天的仇了, 即是說呢, 說喻而言, 建意象作而夢, 這個恩賜呢, 是會一直維持到, 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而那時候呢, 就會有天上地下, 演出各樣的奇事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 這個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那所以這裏呢, 這個經文也是有給到時間的, 那時間就是, 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而主大而明顯的日子之前呢, 就是很偉大, 而又明顯, 就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時候, 很明顯只是說到世界每天都回來的時候, 那所以呢, 這兩處經文都是有講到, 就是一直到世界每天的, 而江林多前書12章, 我們昨天講到那些恩賜那裏呢, 普羅是沒有說到, 你們要快點用, 就是沒有的了, 這些恩賜, 他沒有講的, 他就好像這些恩賜是一直會持續的, 就是我們之前看過的, 就是有知識的言語, 智慧的言語, 然後呢, 有醫病的恩賜, 自行二林, 作先知, 便別諸靈, 說謊言, 翻謊言, 保羅並沒有說到這些將來會停止的, 當保羅講出這些恩賜的時候, 就是一直到世界末日, 就是他沒有這麼說世界末日, 不過他就是講到這件事情, 這些是會有這些恩賜, 那為什麼我要講時間呢? 因為, 是真的很多人, 今天是再沒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就是他們不相信, 今天仍然可以有不同的恩賜, 還有呢, 醫病的恩賜是, 他們不相信的, 他們覺得呢, 就是有些人呢, 他根本沒有認識聖經的, 耶穌很多時候傳道會趕鬼, 那他一聽到趕鬼, 有些基督徒是會很害怕的, 什麼現在還有趕鬼的嗎? 講完, 其實中文, 聖經無俠本翻譯呢, 要用趕鬼的, 我們今天就不會用趕鬼的, 就是趕邪靈的, 今天還有邪靈嗎? 我真的預見過有些基督徒, 是因為有趕邪靈這回事, 是非常之強烈的反對, 和攻擊的, 因為他們覺得, 這些今天不再存在, 那而, 聖經所講的, 就是, 魔鬼會偷竊殺害鬼, 是沒有說到初期教會才有的, 以後沒有的, 那而實際上, 我們在網上是看到很多人, 是有邪靈的影響, 我自己都為人趕邪靈, 是真的不少次做的, 所以呢, 邪靈是真的存在的, 而我們今天仍然有趕邪靈的決定, 這個是很明顯的, 那但是有些中派呢, 他們是很明顯反對的, 就是當有人一說, 趕邪靈, 他們立刻會拒絕的,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因為神學的原故, 就沒有去研究聖經的時候, 就會造成這些的分化, 是非常之可惜的, 但是我們就不要用這些來攻擊他們, 就是不要去說你們不相信這些, 我們只是分享的時候, 我們最好分享就是說, 我親近神, 最好用親近神, 不要講到聖靈充滿, 我親近神的時候, 神真是更新我生命, 我真是呢, 裡面很感激神, 很愛慕神, 很喜歡親近神, 很喜歡遵從神, 以及侍奉神, 那神呢, 真是在我身上, 加給我很大的力量, 以及動力, 這樣呢, 人會接受多些的, 就是傳統教會會接受多些的, 但是當我們一說到神即其事, 即時有些就會反抗, 即時會反抗, 一說到按手祈禱, 聖經其實是很多次說到按手祈禱的, 由摩西, 我們下面有一段是說到按手的, 由舊約摩西開始, 到新約, 司徒啊, 還有耶穌的馬克風十六章, 這次要講, 都有講到按手的, 但是有些中派一聽到按手, 就會立刻定它為靈音派, 以及立刻定我們會這樣做的, 不過有些教會, 傳統教會都會按手的, 它那是一個禮來的, 什麼禮呢? 按立牧師, 那他們就按手了, 但是那個意思跟我們是不同的, 就是他們不是覺得按手那一刻呢, 就會有些什麼神跡歧視發生的, 但是呢, 在這裏經文是講到有的, OK? 好, 那這裏耶穌說, 有幾多人可以有神跡歧視的能力? 在這個經文所講的, 第十七節, 大家可以回答吧, 有幾多人可以有神跡歧視的運作? 大家聽不聽到嗎? 是信的人, 信的人都有神跡歧視, 是的, 所以其實任何基督徒都可以有神跡歧視的, 但是為什麼不是這麼多基督徒有神跡歧視呢? 甚至在聖靈充滿的教會都不是個個有的, 我自己覺得這個原因很多時候是人, 相信牧師就可以, 我就不行, 但是這個經文是否說只是牧師才行呢? 這個經文是否說是牧師才行呢? 是沒有的, 就是信的人, 總之信耶穌的人呢, 這個信呢, 也都不是, 其實是你可以說, 廣闊地去到信耶穌的人, 但是這個信也是有一個意思的, 就是相信神可以使用, 用神跡歧視來做工的人呢, 他們就會有神跡歧視, 除了他們, 其實任何一個, 只要他真相信, 神可以今天仍然行神跡, 神可以今天去行神跡歧視, 醫治, 或者趕鬼, 他相信的時候呢, 他都可以有這些運作的, 那我曾經有很多的訓練, 訓練的人去為人按手, 怎樣呢? 心靈愛慕神, 整個心相信神和我們一起, 神祝福我們, 放下重擔煩惱, 輕輕鬆鬆地祈禱呢, 帶領那個人, 也都相信神的恩典, 神的同在神的能力, 那有很多人去為人祈禱呢, 都有這些神跡歧視發生的, 那在這一陣子, 我想問一下大家, 在這裡有多少個人呢, 你是曾經為人祈禱, 有神跡歧視發生的, 那我現在不是想你說詳細的故事, 只是說, 我有,我有, 這樣說出來就可以了, 就是, 大家可不可以, 誰有試過為人祈禱, 有神跡歧視的, 就開聲, 我有,我有, 那就可以了, 我有, OK,好,感謝主, 我有, 我有, 感謝主, 我有, OK,感謝主, 我有, 那我又問問大家, 這裡有沒有人呢, 你說呢, 我真是很害怕啊, 我不敢啊, 我不敢, 那我, 我覺得呢, 不會有我份的, 我覺得這個太遠遠了, 太高超了, 我不去到那個等級, 有沒有人有這種的感覺, 可以說出來啊, 這一陣子, 如果你真的覺得, 都不會有我份的了, 你可以說出來的, 有沒有人有這種的擔心啊, 或者你的信念, 是很難相信, 今天, 其實可以行神跡歧視, 你可以說出來, 有沒有, 好啊, 意思就是, 是不是我們個個都相信, 非常好啊, 如果我們個個都相信, 這件事是非常好的, 那, 那這件事是需要操練的, 就是需要呢, 真的去運作, 求耶穌賜給我們膽量, 去運作, 當有人說, 他有病的時候, 我們說, 我為你祈禱好不好啊, 我們不需要擔保別人, 他一定會得到醫治, 神會做什麼的工, 是神負責, 但是我們呢, 就可以嘗試去邀請人, 我為你祈禱好不好啊, 然後呢, 那個人願意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說, 你投入相信, 神是本有大能的, 他有這個醫治的能力的, 你想想耶穌祝福你, 那我們就去愛慕神, 而很重要的那個祈禱, 就不只是猛地說, 啊, 求神醫治啊, 醫治啊, 醫治啊, 就不用猛地說這件事的, 反而是多些幫他去愛慕神, 相信神, 啊, 感激神的恩典, 這樣的時候呢, 神是可以, 啊, 行神即其事的, OK, 好, 那這裡講到呢, 有什麼呢, 就是, 如果大家下一次看到, 有人有邪靈章顯, 那有些人說, 我怎麼知道他有邪靈章顯呢, 通常來說, 有邪靈章顯的人呢, 會有這些的跡象的, 一個呢, 就是, 他們呢, 很多時候都會有, 覺得有靈, 靈界, 或者靈, 一些靈體, 屬靈的, 個體啊, 一些靈界的人物呢, 走來攻擊他的, 那, 那, 譬如說, 其中一個很常見的, 就是鬼澤, 就, 有些人就說, 鬼澤呢, 就是他被醒得了, 所以有鬼澤, 那, 但是, 都有很多基督徒呢, 有這個經歷, 就是呢, 他覺得鬼澤, 跟著他奉耶穌明, 叫他邪靈走, 跟著他邪靈走了, 跟著他邪靈走了的, 在他身上, 那,也有些人呢, 甚至說到, 那些邪靈是性侵犯, 他也有的, 就是, 有些人都會這樣說的, 那, 這些都是, 就是, 告訴我們, 真的可以有邪靈的攻擊, 那, 另外, 就有些人呢, 他經常都覺得, 有些黑暗的東西在他周圍的, 籠罩他, 或者呢, 是覺得呢, 有邪靈的聲音在他裡面說話, 叫他自殺啊, 告訴他, 你沒用啊, 你就蠢啊, 沒有人喜歡你啊, 就是這些負面的聲音, 那, 這個, 還有, 譬如有些人, 因為他情緒低沉, 他人負面, 有什麼分別呢? 我就覺得呢, 其中一個分別呢, 這些邪靈的聲音呢, 是會, 有些是會, 好像有個個人的聲音的, 就是好像有個人跟他說話, 真是有個聲音的, 那, 很多人, 有些情緒低落那種呢, 他就會是, 即是, 裡面有個意念, 哎呀,我真的沒用了, 那些人都不喜歡我的, 那, 比較居多是這樣的情況, 那, 也都有一些人呢, 他們是不能夠專心祈禱, 這個是另一個, 有邪靈的跡象, 就是他不能夠, 講耶穌的名, 不能夠祈禱奉耶穌的名, 這個都是一個, 有邪靈的情況來的, 那,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我希望大家, 試一下跟他講邪靈先, 就不要只是趕, 不要只是猛碰耶穌名, 趕起來, 首先, 了解一下他, 對於耶穌的看法, 他跟耶穌的關係, 譬如他說, 我跟耶穌關係呢, 我覺得很疏遠的, 那我們就, 問他了, 你想不想跟神建立關係呢? 那, 然後我們就幫助他, 怎樣去, 感激神的恩典, 感激神怎樣創造我們, 愛我們, 而我們每個人都有罪, 我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因為罪會阻隔我們跟神的關係, 你真心感激神, 和憎惡這些罪惡, 也都願意處理生命, 他不是一下子能去處理完, 但起碼相信, 神, 為愛他的人預備, 是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我們想都想不到的東西, 神會為我們預備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人, 不需要被人影響, 不需要生氣人, 因為這些呢, 就會爛了神的工作的, 那我們就跟他說了, 你願不願意開始這樣做法? 他願意的時候, 他已經是被神在他裏面做功了, 那時候呢, 神就可以開始祝福他, 所以呢, 就算那個人未做得完, 但是他開始願意的時候呢, 我們都可以告訴他, 神現在是喜悅你這樣做的, 你繼續親近神,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祝福的, 這樣呢, 就賜給他信心了, 然後我們就去愛慕神, 就告訴他, 你一親近神, 神很歡喜的, 神很喜歡你親近祂的, 所以呢, 你有信心, 這件事很多人都很難的, 他覺得, 人都不喜歡我, 神怎會喜歡我呢? 那我希望每一個基督徒呢, 都會相信, 我們一親近神, 神是開心到不得了的, 不是因為我們夠好, 而是因為神是很美善, 神是很樂意祝福人的, 我們不是夠好, 所以神才祝福我們, 而是神是很樂意祝福任何信靠祂的人, 那我們幫助祂有這個信心, 然後呢, 我們就跟祂一起去, 讚美神, 愛慕神, 享受神, 那就可以過程中問祂了, 你覺得怎樣啊? 其中的時候覺得怎樣啊? 有沒有覺得平安興省啊? 有沒有覺得, 或者有些地方壓住啊? 譬如說, 我覺得胸口頂住, 那我們可以呢, 如果是同性別的, 就可以跟祂按手在胸口的地方, 然後呢, 奉耶穌的名, 這些邪悟離開, 那我試過很多次就是這樣的, 那, 跟那個人按住胸口, 或者他是異性的, 我就叫他自己按住, 或者有一個異性的童風, 我就叫那個童風, 跟祂按住走在他的胸口, 好啦, 那他又跑去其他地方啊, 那他跑去其他地方啊, 又繼續告訴我們, 那我們又繼續為祈禱, 如果他真的很願意給神改變呢, 是可以很快去釋放他, 不過有很多人因為呢, 這個心動是很難處理他裡面的情緒, 還有負面想法, 還是很生氣人啊, 很害怕人啊, 很擔心啊, 那時候呢, 他有時候不會馬上處理到的, 所以我們需要去, 用時間建立他跟神的關係, 那神真的會, 使用我們, 使用我們去幫助人, 趕出邪靈, 那如果大家有試過這件事呢, 我相信是會對於, 大家那個, 對神的信念呢, 是會加強很多的, 我想問一下你中間, 有沒有誰是曾經試過為人趕邪靈的? 有啊。 有啊。 OK, 好, 那我想問一下你, 你說邪靈的過程的時候, 是, 你不用講詳細了, 那個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都是會走的。 就是邪靈會走的, 是不是? 每次都會走的。 OK, 就是你都試過很多次了, 你說每次, 是不是? 是啊,是啊。 是, 感謝主, 謝謝主, 那麼就, 繼續使用你, 還有沒有其他人有試過這個經歷? OK, 沒有不要緊的, 總之我們有機會,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呢, 你不要找牧師做先, 自己做先, 因為為什麼呢? 你自己做會加憎你的信心, 就是讓你知道, 聖經所說, 真是今天應變, 這個是會加憎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知道, 不用一定要叫牧師, 當然啦, 你叫牧師是好的, 不過呢, 自己做先, 然後才叫牧師來, 給我們有這個經驗, OK, 好, 還有呢, 說身方言, 這個是, 很多經歷聖靈的人, 都有這個經歷的, 我們, 明天才會講到這個, 說方言這件事的, 然後呢, 就是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 也必不受害, 那這個經文呢, 我就覺得是, 是, 講到將來, 我們受迫迫的時候, 可能人家將我們丟到蛇坑, 或者某個原因, 我們, 有些蛇的攻擊, 可以呢, 神呢, 是保守我們, 受那些蛇攻擊, 還有呢, 就算喝了什麼毒物, 都不會受害, 這個, 我覺得不是我們去試的, 不過, 真的有些人是試的, 有些, 有些, 有些教會呢, 是真的會真的, 每次拿一條蛇出來, 用手, 拿著一條蛇啊, 就是, 真是有這樣做法, 我是覺得, 它比較, 就是, 比較偏激啊, 就是, 這些的情況比較偏激, 就是, 我們不需要它這樣去試一下, 我們,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能力呢, 這樣, 還有手腕病人病人, 就必好了, 就是有這個醫病的恩賜, 同時, 聖經也有說到, 是有人, 得醫治, 譬如, 好像保羅, 他有試過有病, 提摩太, 類似患病, 爾巴弗提, 特羅菲摩, 都是曾經有病的, 所以, 我們不需要, 告訴別人, 一定得醫治, 但是, 我們可以說, 神有這個能力, 我們信靠神, 神可以幫助我們, 改善的, 而有很多人呢, 是會, 即時有改善, 這個, 那個比例是比較高的, 也有些是即時好翻, 也有的, 那這個是, 就是我們, 我們, 有信心的時候, 那個人也都有信心去親近神, 神可以, 帶來醫治, 也都在集體討告, 就是整班人都很, 很愛慕神, 在集體的, 聚會, 而這班人都是渴慕神呢, 覺得醫治的機會是高很多的, 然後, 三十節, 就講到, 神跡的作用,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呼音, 主和他們同工, 用神跡隨著, 證實所存的道, 這裏告訴我們, 我們的目的是神跡, 神跡是否我們的目的, 目的是什麼呢? 你用經文來回答, 好嗎? 經文說什麼呢? 證實所存的道, 是的, 就是我們神跡, 神跡歧視的目的, 是證實所存的道, 神跡不是那個最終的目的, 神跡只是一個工具, 是神, 憑神跡歧視, 神跡歧視真是很真實的, 真是很多, 很多, 就是我自己就很多很多次, 有很奇妙的神跡發生, 也都有很多人有信心的時候, 真是有很多神跡歧視發生的, 所以這個經文是給我有信心, 信的人有神跡隨著他們, 並且這個時候是一直做到活日的時候的, 在全方的時候都會有神跡歧視的, 而且是因此終止論是並不可信的, 因為這三個經文我們看到的, 是, 就是, 是, 是, 有一個詢問關於我們今天所講的主題, 或者你對於神跡歧視的看法, 你有沒有人有詢問? 牧師, 我有些時間性, 我們那裡不太清楚, 譬如是, 末世, 末世現在是, 末日, 耶穌再來, 審判, 和新天新地, 是怎樣排載這次序的? 因為剛才你問是, 直到什麼時候呢? 我都在想回答哪一樣啊? OK, 好, 那我們呢, 最好就是由那個經文去答, 而這個馬虎呼音呢, 就講到, 傳呼音普天下, 普天下傳呼音給萬民聽, 那所以呢, 仍然會傳呼音的日子, 就會有這些神跡歧視了, 那而在, 世良傳二章那裡呢, 就講到主大而明典的日子, 還未到以前, 那如果根據馬太呼音, 就講到耶穌降臨, 就是, 萬俗要看見祂哀哭, 這個時候, 就是主大而明典的日子, 還未到以前的時候呢, 就仍然是會有說語而見, 而醬作而舞, 那至於你問那個問題, 就是對於這個末日的看法, 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理論, 我自己呢, 就是我們盡量是用, 適經的方法去找個答案, 就不是跟一個理論, 因為有時候人呢, 會跟一個理論呢, 就會查一些判議的, 那, 而根據馬太呼音, 耶穌所講的二十四、二十五章, 就講到耶穌, 就是, 講到月末日, 首先就是有戰爭啦, 饑荒啦, 擾亂啦, 然後呢, 就是一個基督徒被迫白, 那時候很多人跌倒, 你, 你要被萬民恨戶, 那, 就, 然後呢, 就有講到大災難啦, 其實就是, 如果根據馬太呼音, 二十四章, 大家可以, 揭去那裡看的, 我們簡單去, 看一看馬太, 二十四章呢, 就, 就是, 看一看那個詞序, 我, 不是詳細講那個經文, 我們先詳細看那個, 馬太二十四章, 好, 那, 這裡看到, 就是, 門徒問他兩件事的, 一個就是這個電雨, 第三節那裡說, 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就是這個電雨, 好一塊留在石頭, 另一塊石頭上, 不被卡位, 那,然後呢, 就是門徒問的時候, 問了另一樣, 江林和世近寶, 你們有什麼預兆, 那, 耶穌就說, 首先, 有很多人迷惑你們, 跟著呢, 就是假基督, 然後, 第六節呢, 就打仗, 啊, 飢荒地震, 這些是災難的起頭, 然後呢, 跟著第九節呢, 就講到, 基督徒寄逼迫白, 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所以, 基督徒的陷在患難裡, 是在大災難之前的, 因為後面才講到大災難的, 其實, 現在都是, 很多基督徒被迫, 而這個情況, 是會變差的, 要殺害你們, 要為, 主耶穌的名秘萬, 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 彼此陷害, 為什麼, 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這麼迫切, 想去訓練更多人呢, 就是因為, 正經是講, 很多人跌倒, 很多人呢, 彼此陷害, 彼此陷害, 我是, 我是希望, 求主幫助我們, 減少這個數目, 就是保守更多人, 幫助更多人, 在受迫白的時候, 有心理準備, 因為很多人, 是沒有心理準備, 甚至很多教會是, 提都沒有提大災難的, 沒有提世界末日的, 信息是沒有講, 世界末日的內容, 現在其實, 這世界末日的先兆, 是一直發生著的, 就是, 疫情已經有幾年的時間, 還有, 大家看新聞, 你會看到, 歐洲的熱浪, 不同的地方的熱浪, 很厲害, 銅水, 其實很多地方都受影響的, 那這些都是告訴我們聽, 《聖經》所說的預兆, 是比以前更加強烈, 還有, 食物的短缺, 很多人民, 不滿, 所以很想打仗, 那然後呢, 但是在十三節講到, 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就是當人忍耐的時候, 那然後呢, 就天國呼音要全變天下, 就是說, 在這個這麼困難的時候, 由天國去全變天下, 然後你就看見, 先知但以你所說, 那行毀壞可憎的, 就是聖地, 這個應驗呢, 首先是在, 耶穌的時候, 那個耶路撒冷聖殿毀滅的時候, 那些羅馬軍, 拿來到, 將聖地毀滅, 也都是有講到, 其實耶穌回答兩個問題的, 也都講到世界末日的時候, 那些基督是會在聖地那裡, 是自稱為神的, 那然後他就講到猶太的, 你要逃到山上, 那這個, 應用在主要七十年那一次, 也都可以應用在末世的, 因為耶路撒冷是會有很多戰爭, 所以你可以的話, 你立刻逃走了, 那然後二十一節就講到有大災難, 從世界起頭到如今都沒有的, 那然後呢就是, 有人說基督在哪裏, 你不要相信啦, 那這些日子的災難二十九節, 就說呢, 一過去之後呢, 日頭就變黑, 月亮不放荒, 眾星從天上聚落, 天氣都要震動, 人子的笑頭殘在天上, 萬祖都要哀哭, 全世界的人都要哭, 他們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價, 就是天上的運動, 然後呢, 他就招聚了他的選民, 那就又講到這個日子, 就好像羅雅的日子啦, 星下七節, 羅雅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都是怎樣, 那些人照常吃喝咖嘴, 直到羅雅進邦州辣日, 就是說, 忽然間, 這個世界末日就來了, 那麼, 兩個人在田裡取了一個徹下過, 這個應該就講到一個被神, 接去一個徹下下來, 這個就是被提的, 被提就是, 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將信耶穌, 不是, 跟從耶穌的人, 和不信的分開, 是一個方法來的, 被提不是將基督徒, 救我們絕離, 大災難, 不用大災難的, 那麼, 我有另外的文件, 是講得很清楚, 被提的時間, 是耶穌降臨的時候, 不是耶穌降臨之前七年, 或者三年半, 就有被提, 基督徒就會失蹤, 很多人呢, 就握著車, 忽然間, 消失了, 那些愛主的基督徒, 遵從神的, 忽然間, 消失了, 那個飛機, 是真基督徒, 就會消失, 那個飛機就會撞, 就是有這樣的故事, 但是, 其實, 那個理論是, 是沒有色經的根據的, 就是, 其實, 真的很奇怪, 在基督教圈裡面, 有很多沒有色經的根據的教徒出現, 那些人就很快就接立, 真的, 很多人看重色經的, 對我自己來說, 非常可惜, 我是, 是很想幫助大家, 就是, 從神給我們的聖經裡面, 發掘神的真理, 那麽然後呢, 就講到, 随時中心有見識的, 的, 的仆人, 那麽呢, 其實, 四十三節那裏開始講到, 如果家主知道, 什麼時候有賊力, 他就會, 警醒了, 那麽還有, 有見識的仆人, 他會做好, 按時分糧了, 那麽由主人回來, 那麽這裏講到, 那麽呢, 就是, 耶穌要回來的, 取他一個, 撇下一個, 那麽我們中心呢, 就是神那喜悅的, 那麽然後呢, 就, 就講到, 這個仆人, 這個仆人, 又打這些其他的仆人, 那麽這個呢, 到時呢, 審判的時候, 他們要丟在那些, 定他為假務為善的人同罪, 在那裏必要哀哭辭辭的, 那麽由二十五章呢, 其實就繼續下去的, 就是講到, 十童女, 就五個有預備柔, 這個柔可以是救恩, 或者是, 或者是, 聖靈的獨在, 不是聖靈充滿, 是聖靈的獨在, 就是, 那些真正得救的人, 就是那十個, 那個聰明的同女, 五個, 如絕的同女呢, 就是他們沒有預備到, 他們沒有真正得救的人, 那麽然後呢, 五千、二千、三千, 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的比喻, 就是, 幹財幹受審判的比喻, 就是講到, 人, 需要善用我們的恩賜, 如果不是, 就要丟在外面, 黑暗裏面, 在那裏哀哭徹齒, 那麽所以呢, 這裏呢, 講到呢, 就是審判了, 根據我們, 有沒有使用我們的恩賜, 然後呢, 第三個比喻呢, 就很清楚了, 三十一節, 當然, 只在一個榮廟, 同著, 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廟的寶座上,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將他分別出來, 好像, 綿羊的分別, 木羊的分別, 綿羊, 山羊一樣, 將綿羊安置在右邊, 綿羊就是那些有造作主的, 替慶親像的, 山羊就是沒有造作主的, 替慶親像的, 所以, 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呢, 是連續的, 其實, 聖經分章呢, 分開一章章呢, 是有一個人呢, 在歷史上, 他是做了這件事, 那, 其實那個分開章節呢, 其實, 是絕對的, 其實二十四、二十五章是連續的, 是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並且, 在三十一節, 是很清楚講到, 人子, 在他榮耀, 和天使降臨的時候呢, 他將那些萬人分開, 而成羊和山羊, 就是那時候就是審判的時候, 根據耶穌說的說話, 就是耶穌降臨的時候, 就是審判的時候, 就是審判的時候, 那, 但是, 啟示錄二十章, 就有講到, 另外有一千年, 那這個呢, 可以說呢, 是跟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是, 可以說是, 協調不到的, 就是如果, 我, 啟示錄二十章所講的, 是一個, 耶穌回來之後, 有一千年以後, 才有大審判, 是結束不了的, 那我也都有個文件, 就講出, 就是, 很大可能性, 這個一千年, 是一個預表, 一個圖畫來的, 講到, 新約時代, 因為呢, 它裡面講, 啟示錄, 其實是重複講, 也都回來講了七次的, 是, 我也都有文件寫了的, 那, 在二十章所講到的那些, 那些萬人打仗, 那些人來打仗, 攻擊無外的城, 是之前已經講了, 幾次呢, 就是講到, 哈米吉多頓的大戰, 那些王呢, 去跟以色列打仗了, 就是這些都已經發生過, 那為什麼? 然後, 然後呢, 在啟示錄十九章, 就講到, 神已經審判了他們, 那為什麼又有些人出來, 又再打過呢? 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這裡, 為什麼, 之前又, 已經打贏了他們呢? 還有呢, 講到, 要來吃了那些肉, 那些將軍的肉, 這個在啟示錄十九章, 我又講到, 那為什麼又有一幫人, 又走出來呢? 那所以, 很大可能, 啟示錄二十章, 並不是, 講到耶穌回來之後, 再發生一千年, 有一個, 代表性, 從天上的角度看, 新約時代, 這個可能是解釋, 不過, 我自己都說, 不要緊的, 有千年, 有千年, 沒有就沒有了, 我們說不要緊, 因為耶穌已經回來, 那而且, 聖經是有講到, 耶穌回來之後, 會改變形象, 和基督的, 那個, 榮耀的身體是相似的, 那時候呢, 死被得性失明, 我們根本不會被傷害的, 所以, 再有敵基督攻擊, 邪靈攻擊, 根本不需要懼怕的, 所以, 這個也都沒有可能的, 我們在蒙外之城, 個個都已經榮耀的身體, 那些, 那些人呢, 是肉身的身體, 他怎麼能夠打我們, 就好像我們跟天使打架, 沒得打的嘛, 他們怎麼打到我們呢, 這件事是很有質疑的, 所以, 有些人說到審判, 法式大寶座的審判, 就是過了一千年之後的, 而根據馬太福音, 是在耶穌回來的那一陣子, 那所以, 講到主大二明的日子, 就是耶穌降臨, 審判萬民的時候, 這個就是, 最清楚經文所支持的看法, 那我有沒有回答你, 雖然回答得比較長了, OK, 但是,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呢? 有, 謝謝牧師。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呢? 關於今次, 我們講到神的祈詞, 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OK, 基督徒應該不會經歷, 會被看完, 那有些牧者就說, 不會的, 我記得你說過是, 會經歷的, 是不是這樣? 即我不是你一段, 是會經歷的。 是會經歷的。 那, 我有一個文件呢, 就講到, 支持, 在耶穌降臨的時候, 大災難之後, 才被提的。 那我在這裡, 我簡單講出了一些證據, 很簡單的講出來, 第一呢, 就是在《貼索尼加後書》第二章, 第一節那裡講到, 就是我現在簡單講, 簡單版本, 那你聽完這個簡單版本, 接著你看, 你就會用很多的了, 那就是第一節, 接到《貼索尼加後書》第二章一節, 《貼索尼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這就講到耶穌回來, 和我們聚集去祂那裡, 聚集就是說, 我們和他一起了, 是吧? 是 即是說耶穌, 即是基督徒呢, 有些已經死了, 基督徒已經和他聚集了, 但是有些還沒有死的, 在世上, 聖經也講到復活的, 復活, 即是他們在天上的, 靈魂已經去了天上的了, 然後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死人復活了, 那他的靈魂就落回身體, 身體就復活了, 即是說, 新天身地的時候, 我們有身體, 也是有一個榮的身體的, 那就, 即是說, 論道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在他和他一起聚集, 即是應該就是被提的時候, 我們聚集在他那裡, 是吧? 那如果之前有一個被提, 應該說到之前的被提, 應該說到之前的被提, 應該是聚集了, 但是現在這裡說到是, 我們和他一起聚集, 那他說, 之前有什麼發生呢? 第三節, 因為那日子以前, 第二節就說到, 有些人就說, 主要的日子已經來了, 所以說日子已經來了, 有些人就說, 已經來了, 然後就說, 你不要怕, 第三節就說, 那日子以前, 哪有利盜反教的事, 並有大罪人, 十分之子顯露出來, 就在這個日子, 我們聚集到耶穌, 必定有利盜反教, 和這個敵基督的出現, 因為這裡後面形容, 他就是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被神, 稱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人物, 所以這裡呢, 就說到那個, 敵基督, 就是他會超過了, 所有受人敬拜的, 他不是神, 不過因為他那個魔鬼的勢力, 就很多人, 拜他多過拜他, 全能的真神, 創造天地的真神,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耶穌, 他們喜歡魔鬼的力量, 即時給他的滿足, 那他就會有這個敵基督出現, 然後呢, 主呢, 第八節,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 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 廢掉他, 即是, 敵基督呢, 就會被耶穌用口中的氣滅絕, 和降臨的榮光, 耶穌降臨回來, 所以這個呢, 就回到第一節了, 耶穌降臨, 耶穌降臨就會廢掉敵基督, 敵基督是什麼時候會約呢? 是大災難, 即是基督徒什麼時候聚集到耶穌那裏呢? 就是大災難之後, 但是敵基督被耶穌廢掉的時候, 被耶穌廢掉的時候呢, 就是基督徒聚集到耶穌那裏, 所以這個經文就很清楚說到, 敵基督出現, 然後被耶穌降臨的榮光廢掉, 那時候我們聚集到耶穌那裏, 這是第一個清楚的經文, 說到我們需要經歷大災難, 會見到, 如果一直活到那時候呢, 就會見到敵基督, 然後耶穌降臨的時候, 先廢掉敵基督, 我們就聚集到那裏了, OK? 這是第一個經文, 有沒有問題呢? 那第二個問題呢? OK,第二個經文, 那麽多詞書就是十五章, 第五十一節, 我如今講一件澳秘的事, 告訴你, 我不是都要對焦, 那是要改變, 一撒時眨眼之間, 浩洞出現的時候呢, 浩洞出現響, 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撩壞, 我們也要改變, 那這個變成不撩壞呢, 肯定是講基督徒, 因為, 那些人在地獄裡面呢, 身體根本是撩壞的, 是基督徒才是, 所以這個講到是基督徒復活, 我們都要改變, 那我首先呢, 在《劇實解》後書二章一節奏, 我記得提一件事, 就是呢, 普羅是講到他自己的, 我去一去那裏, 如果你不能夠, 像我那麽快, 因為我現在在這個節目那裏, 所以我改變很快, 那你如果去不到, 我就這樣講給你聽, 第一節, 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 這個很重要, 保羅在幾段經文都用過我們, 就是保羅在內, 我們聚集去耶穌那裏, 當然保羅已經去到耶穌那裏, 不過講到他肉在復活節能, 去到耶穌那裏呢, 就是他都要等到, 耶穌廢掉敵基督的時候發生的, 所以這個我們呢, 在接著人家後書, 是講到就是, 我們聚集, 即是說基督徒聚集, 包括保羅在內, 都是在這個, 耶穌降臨,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才聚集他那裏的, 好了, 然後跟著呢, 《哥林多傳書》十五章那裏, 我們, 不是都要睡覺, 是要改變, 就是我們, 我們, 因為呢, 浩銅末次出向的時候,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撓壞, 我們都要改變, 這必撓壞變成不撓壞, 這必死的, 總要變成不死的, 然後呢, 然後呢, 跟著呢, 《者那時》第五個四節, 《者必撓壞的, 既變成不撓壞的, 者必死的, 既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 死被得聖吞熱的話, 就變成不死的, 那這裏呢, 就講到,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撓壞, 並且是不再死, 不再撓壞, 死被得聖吞滅, 即是再沒有死亡, 基督徒在大災難, 仍然有死亡, 他會被殺過, 但是, 基督徒, 再沒有死亡, 以及死被得聖吞滅, 即是說, 死這回事, 基督徒來講, 已經化為烏有, 已經是完全被喷滅了, 消失了, 那所以這個, 基督徒復活在哪個時候呢, 就是大災難之後了, 死人要復活, 要改變, 變成不死, 不撓壞的, 那這個包括保羅在內, 即是保羅呢, 就會復活了, 我們都要改變了, 復活改變, 那這件事什麼時候發生呢, 是大災難之後, 所以基督徒呢, 講到這個被提, 是講到有復活的, 那這個, 保羅只能復活一次, 不會說, 復活被提一次又再來, 即是只能夠發生一次的, 所以這個, 保羅在內, 我們也要改變, 死人要復活變成, 成為不撓壞, 我們也要改變, 第52節那裡講到, 所以保羅都是一起有份復活, 然後改變形象的, 好, 然後第三個經文, 《協實來今次》 第四章, 第十六節開始,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長的聲音, 有神的復活出響, 乃至基督裡面死的人才復活, 這講到基督復活了, 以後我們所活著魂, 全流的人, 必互他們一同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與主相緣, 就是基督徒會復活, 跟著呢, 一同提到魂女, 在空中與主相緣, 那保羅也都講了他自己的, 我們, 因為保羅當時來講, 他不知道, 因為初期教會有很多人以為, 耶穌在他們同一世代會回來, 他們不知道會等那麼久, 所以保羅呢, 就將他自己包括那些活著魂, 就是我們現在做活著, 的人呢, 就和他們一起呢, 一起復活, 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與主相緣, 那所以呢, 他就覺得呢, 就是, 就是, 所以他我們, 他就將自己包括在那些全流的人當中, 那他現在已經是死了了, 所以他其實, 包括在那些復活的人, 就是基督裡面死了的人, 基督裡面死了的人,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屬於耶穌的, 他是信耶穌, 而有跟從耶穌的人, 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是真信耶穌的人, 會跟從耶穌的人呢, 就會復活了, 就一起呢, 復活之後, 被提到魂女, 這個就是被提了, 那麽多經文, 經常說被提, 其實就是這個經文, 是最清楚的, 那另外就是馬太二十四章, 一個對一個, 別一個, 應該就說到都是被提, 那在空中與主相緣, 然後就要永遠與主同在, 那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是當保羅和基督徒復活, 和他們同住在一起, 那所以, 那什麼時候呢? 就是根據巴林多前章十五章, 就是呢, 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那三段經文都有說到保羅有份的, 協索尼加後書二章, 就說到呢, 是保羅呢, 就與主聚集一齊, 就是主耶穌降臨, 和與主聚集一齊, 就是和他一起聚集, 那然後臨前十五章, 就說到基督徒會復活, 改變形象, 變成為不拿壞, 保羅也都有份的, 然後跟著這三個經文, 就是呢, 基督徒要復活了, 有天使長的聲音, 在基督徒裡面死的人要復活, 那就一起被提到魂女在空中, 以主相遇, 我們就要永遠同住一齊了, 那所以三段經文都說到什麼呢? 基督徒復活, 而這裏說到被提, 還有呢, 林哲十五章說到改變形象, 又被提, 又和主一起聚集, 而兩, 有兩點是肯定是耶穌降臨的時候, 不是他降臨之前七年, 有些人就說他降臨之前七年, 是一個秘密的被提, 但是在這個經文並不是這樣的, 是在基督被消滅的時候, 就是呢, 大災難告後, 也都是呢, 之後, 死被得性失滅, 再沒有死亡, 這個是, 將時間鎖定在耶穌降臨的時候, 兩樣東西鎖定, 就是呢, 是主耶穌用降臨的榮光, 廢掉基督的仇, 即是大災難之後, 第二, 就是主耶穌會叫基督徒改變形象, 成為不撩壞, 不撩壞再死亡, 死被得性失滅, 這個就是大災難之後, 因為大災難仍然有基督徒被殺人, 所以, 清楚經文, 是講得很清楚, 是在耶穌降臨, 並不是在耶穌降臨之前七年, 基督徒被提的, 這個觀念呢, 是有些人提出耶穌降臨之前七年, 哇, 立刻那些教會很歡喜, 很多人歡喜, 那些人又不去查經了, 那就是這樣就相信了, 就還說得這個是聖經的教導, 我真的覺得很離奇的, 而他們的證據呢, 全部都是間接的, 全部不是直接經文, 不是講到活世的經文, 全部講到, 在普天下人受災難的時候, 我會救你們, 但是, 神救可以不是避體的, 神可以用其他方法的, 他又講到大災難, 在一個懲罰的時候, 所以基督徒應該沒有份的, 但是聖經又講到, 基督徒的德性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所見證的道, 福音要傳遍普天下, 對萬能作見證由他才來做, 所以呢, 聖經是講到, 我們在末後的時候, 也都是傳福音的時候, OK, 好, 我現在, 很簡單, 這樣回答, 然後我就會傳出那個文件出來, 大家可以詳細分析, 那個文件呢, 是我用很細心的方法, 逐步逐步分析的, 大家, 其實還有其他經文, 不過我主要的證據, 我已經講到, 那我也都有回應到啟示錄, 因為有些人就說, 啟示錄呢, 又講到地上, 又講到天上, 那我就說啟示錄, 其實之前已經講了一遍了, 之前已經講到, 座寶座和羔羊的憤怒, 那一天已經來到了, 他們就說, 這個就是第六印了, 大山倒在我們身上, 因為呢, 我們現在呢, 這個座寶座和羔羊的憤怒, 要臨到碎了, 擋得住呢, 所以呢, 他們那時候已經是說了, 說了, 那些座寶座又是說了, 那些座寶座也都回來了, 啟示錄是某種程度上是難以發, 而原因之一是, 因為它重覆港部人, 那麼我也都有文件, 是把那些經文寫出來的,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就是, 我還有兩個問題, 吳士, 我有問題, 我想問你, 好, 等一下, 我再想說一點, 為什麼我那麼緊張這一點呢? 那千禧年我不是很緊張, 為什麼呢, 到時我們發現, 但是大災難前後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基督徒以為一到大災難他們就脫爛了 被提脫爛了 那麼他們不用預備大災難了 但是如果大災難是我們要面具的 我們需要訓練基督徒 在大災難中怎麼靠主集能的話 深信神到時候會帶領我們耶穌說 到時候你不用想什麼 聖靈會親自指教你當初的話 所以在大災難的時候 聖靈會指教我們 也都應該一定會指教我們怎樣想得到保護 還有怎樣可以得到食物 怎樣可以生存 基督徒會有被殺的 不過是有相當的數目是會保存到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聆聽聖靈 留意聖靈 到時候每個人都會聽到聖靈和我們教我們怎樣去回應那些挽發的人 但是我們都要預備好 有這個心理準備 因為有些基督徒不相信的人都跟他說話 所以到時候他不得力 還有很多人跌倒 這個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是儘量想減少這個數目 這個就是我對於神的角度的關心 對於教會的關心 為什麼我還這麼熱切去幫人呢 因為我很想建立更多人知道要預備大災難的 還有我們需要在這個門口才能進入更多傳統 好了 待會大家可以問問題 你剛才說大災難要預備 就是不會被提 大災難後被提 但是大災難有經文這樣說 那些人說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兩個人推磨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那些能夠連在一起呢 我不是很明白 這個經文是很清楚的 這個就是馬太二十四章那裡所說的 馬太二十四章呢 我們就先講一個次序 大家要留意這個次序 是講到呢 主耶穌降臨 然後呢 萬俗都要哀哭 然後才講到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是不是 他是講到 講到就是耶穌降臨了 萬俗都看見他 然後在這個時候 取了一個撇下一個 又好像囊下的日子 有很多人被衝去 就是很多人被審判 懲罰 但是基督徒呢 就好像在囊下方舟裡面 神是保護我們 所以那個經文的次序呢 就是講到耶穌回來之後的事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發生的事 所以這個 取了一個撇下一個 並不是之前的 就是一點都不是之前的 因為他完全是講到 有大災難 你們預備了 耶穌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以前都沒有 以後都沒有 那 即是你們要知道有這個日子來臨的 那他還有一句 二十二節呢 是講到我們有份的 這句說話之後其實都很重要 就是我 忽然間這句說話呢 就是給我一個啟示 有時候看聖經就是這樣的 有時候看很多次都還沒看得完 現在忽然間有個啟示 就是二十二節 這個日子會減少 就是說選民都在這個大災難的時期 如果不減少日子 凡有血都沒有一個特有 為選民的緣故 那日子必會減少 為了選民的緣故 這個大災難的日子會減少 是為了他們的緣故 就是說他們有份 所以這裡是加多另一個證據 就是為了選民的緣故 就是我會將這個東西加落這個問題 是為了選民的緣故 所以選民在大災難的日子 OK 好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那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還有一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再講 是 我有兩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是第幾人呢 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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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開始了 有些人說第三人 經回答 這些人就是這樣的 他們解釋聖經可以說是 真是很隨意 很隨意 啟示錄第六章 講到七印 第一印呢 其實在馬上拿著公 有官面子及他 出來聖也有聖 這個很多人認為是敵基督 因為耶穌形容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那麼這裡的形容呢 就似乎是敵基督的機會更高 那麼這裡我們不理他了 第二印呢就是呢 紅色的馬 有拳兵級鳥的騎馬 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信 地上奪去太平 即是說地上大部分的地方 絕大部分的地方 是再沒有太平這件事存在 所以根本 哪裏有第二印出現呢 即什麼時候有出現呢 這就是 那些戰爭 變成了世界大戰 那些戰爭 世界各個國家一起打仗呢 這個就是第二印 現在還沒到的 那所以呢 有些人說 啊現在第幾印 第幾印 真的呢 他們就第三印 只是說呢 現在的食物很貴 第二印都還沒發生 怎麼會第三印呢 對不對 我怕有沒有回答了你的問題 所以我們敷經要很留心 但是他們說黑馬 現在來著 現在是飢荒 已經到了飢荒 是黑馬的 我問你 你要這樣回答我 地上現在還有沒有太平 有 是咯 所以第二印就沒完 你不要聽人說什麼 就什麼 那你飢荒經常都有的 那現在多了很多 不過 地上都未曾遇到太平 那就是二印 就是有些人呢 是很喜歡說到 哇 活日已經來到 我也是說快到 不過未到 那他呢 就很想那些人呢 就會很蜂擁跟隨他 就是 就是為了增加 他的收視率 就是更多人看他的網 他的網頁 他的Youtube戶口 可以更多人呢 是怎麼賺 那他呢 可以賺到錢 他可以做大的聚會 很多人去聽 很多人就信以為真 但是 為什麼基本的飾經都沒有呢 就是 其實我發覺很多這些人 是沒有飾經的 他們就這麼說他的結論出來 所以這些就是 為什麼有這個 為什麼有這個 適經的 討論會呢 就是希望大家 習慣 聖經 從聖經 細心 研讀聖經 去分辨神 想說什麼 OK 你 你明不明白 就是說 不要聽到有人說 黑馬來了 所以呢 現在已經第三人了 你明白 我講的原因了 明白明白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還有一個白色大寶座的問題 我問完就沒有了 我這次已經答到了 你說吧 那白色大寶座 每個人都要面臨審判 包括基督徒 聖經講得很清楚 你說的事情 你做的事情 我都要一一審判 那這個審判究竟是 是怎麼樣 那一個審判 是 真是那種 很嚴厲的審判 真是怎樣 我是說基督徒 去到神面前 那種 是啦 那種光景 OK 首先呢 我先講過 就是這個白色大寶座 到底是 耶穌回來之後 一千年 因為耶穌回來那時候 就是審判呢 根據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就是耶穌回來那時候 看契事錄 照字面看 就是再過一千年 但是似乎 就是從其他經文 不是只有這個經文 是由寶羅書信 都要看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改變形象 我們變得好像基督一樣 永遠跟他同在 那所以 也都是給我們看到 就是那時候 已經是審判分開了 信和文信的人的 那所以這個白色大寶座 其實應該就是 在耶穌回來那時候發生的 那而根據聖經 這個問題可以告訴大家 在裡面 我仍然找到的答案 那我什麼意思呢 因為聖經有講到 凡人所說的行法 在審判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來 並且要憑他所行的 或善或惡 受報 聖經有講到憑為 不過聖經也有講到 神將我們的罪 踏在腳下 頭於深海 對於基督徒來說 是 忘記的 東離西有多遠 他叫我們過分離 我們有多遠 到底審判的時候 基督徒會不會 我們這些罪全部公出來 有經文顯示是會 有經文顯示是不會 我們知道的結論 就是我們知道 不是代表這些經文 有衝突 只是我們不懂得去完全解釋的 因為凡人所說的行法 審判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來 要憑他定他為義 要憑他定他為義 要憑他定他有罪 那到底基督徒 基督徒的意 是會顯露出來的 因為我們有做過好的事 有幫助人 有講好的說話 鼓勵人的說話 建立的說話 這些是會公出來的 不過問題 就是我 到今天 我不肯定一件事 就是基督徒所犯過的罪 到時候用不需要公出來 我相信 每個人都說 希望不用公出來 很醜 不過我們應該活著的時候 都有個預算 可能要公出來 或者神 恩典 真是忘記了 那就最好了 就是神真是忘記 再 公出我們所有的罪行 我真是覺得最好的好消息 但是 如果不是的時候 我都要接受 那我只能夠做的是 以後都盡量不犯任何罪 以前犯了的 我沒有辦法阻止 我能夠改變 我能夠改變的 我以後不要犯罪 這個就是 我對於審判的時候 聖經是有說到 根據我們所思想 我們的意念在神殿前都是顯露 赤露闖開的 我們的思想 言語 行為 全部都是赤露闖開 基督徒的好行為一定會顯露 這個問題就是 基督徒的 信了主之後 有很大可能 信了主之前那些是 赤露闖 但是信了主之後 所犯的罪會不會供出來呢 我不知道 就是這一點我不知道 我說我不肯定那樣就是這一樣 但是呢 就是我們應該活腳的時候呢 應該是說當是有顯露 那我就真的小心我們的行為 也都我們所有為主所做的 將來都會顯露神會紀念的 是賞賜的 這個一定會有的 但是至於就是說 基督徒所犯的罪會不會顯露這個問題 就不行了 OK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啊 有 OK 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 我有三個問題 那我第一個問題 回應剛才那個呢 就是 在那個大審判的時候 會供出一些罪 在那個時候如果我 譬如我一直沒有悔過去到大審判才知道 然後我當時悔改 有沒有用啊 還有 那聖經講到呢 是 但是 就是當我們死的時候 犯人都有死 死後且有審判 就 那意思呢 就是死後就沒有得再改變的 就是如果死後要改變的話 我想 那每個人都會被改變 每個人都會被改變 但是呢 但是呢 所以 在在生的時候所行的呢 就會 是 在生的 就不是死後悔改 所以不是死後悔改 死後悔改已經是沒有作用的 哦 明白 那剛才說 什麼 提去一個又留下一個呢 這個是確實的比例 還是 就是一個象徵來的 這個不是的 象徵的 就是那些信的就會接去 那些不信的就會 是 扔下不了 就是扔下不了 就是說他們是被懲罰的那些 這個是 不是比例 不是一對一 哦 明白 耶穌很清楚說的 進習門 進去的人是少的 這句話我順便說了 習門 正經很清楚是人少 不過很多人就解釋 是很難的 正經 那個說習門是沒有說難的 是說到少的 耶穌甚至說 我的騙是 我習門是輕殺的 就是 難 某程度是難 因為我們要放低 不過 耶穌來說 他說不難的 因為他給力量 所以這個又不是 有些人 在聖經就沒有看清楚 他說到是 信去的人也少 沒有說到 信去的人也難 這個就是 釋經有一個 很常見的錯誤 好 繼續 好 明白 但是最後一個問題 回應回之前那些 講邪令 那我就沒試過 也都沒見過 那 但是可能 遲些 我可能為我 就是一些姊妹 會 試一下 那 那 就是你剛才說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先不要馬上找牧師 但是因為我上網 會看到 如果那些邪令 被 在被驅趕的時候 他會很沒有力 可能會襲擊 襲擊人的 那 在這個情況下 會不會很害怕呢 首先我問你的經文 我 有人都說 我已經慈悲力權 並可以踐踏蛇 與蝶子有聖國 受力一切的能力 原本有什麼能害 這個經文 是告訴我們 邪令 你說這個經文怎麼說 聽不到 我已經慈悲力權 可以踐踏蛇 和蝶子有聖國 受力一切的能力 原本有什麼能害 那 那 我想說 其實他什麼時候害誰呢 正好想說 就是有人有破口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讓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有機會攻擊 就是人在最終 那 那有些人說 那我不是完美的 我不是完美 但是我真心會 我真是求主幫我 我勝過這些罪惡 我真是努力去處理這些罪 我真是努力去處理這些罪 這樣的時候 魔鬼都不可以決定 是那些人呢 犯罪覺得不重要的那些呢 那他就一定要處理生命 才好為人趕邪靈 我試過有一次這樣的經驗的 有一次我開組 是完全沒有想到趕邪靈的 我們就在那讚美神 跟著有一個人 有邪靈的相見 他就很凶惡的眼神 非常凶惡 然後我就看著他眼 我碰到人都不明白 我吩咐裡面的邪靈要走 他立刻轉頭看另一個人 說是非常凶惡 那個人嚇到 立刻跌到 立刻跌到梳化裡 那我後來問那個被趕邪靈的人 就是後來我們跟他趕邪靈 我問他 我說為什麼你會忘那個人 為什麼那個人反應 他說邪靈知道誰在罪中 邪靈知道那個人在罪中 在軟弱之中 所以邪靈一旦挖到他那裡 他怕得不得了 立刻就跌到地上 這個就是跌到梳化 這個就是當人在罪中 和趕邪靈的後果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一定 時時不要只說我趕邪靈的時候 我處理罪 是時時都親近神 和神有物 因為是深信神好 喜悅我們處理生命 和刻意處理生命 這樣的時候 魔鬼是沒有任何時間的機會 攻擊我們 就算我們有犯罪 立刻背改 憎恨罪惡 離開罪惡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OK 有沒有回答給你 好 明白 麻煩 OK 好 還有問題想問 那如果一個人有邪靈 他又不是故意說 遭遇於罪中的 他真的如果那個人有邪靈 他可不可以 去趕邪靈呢 那有個說法 有個牧師的說法 是不可以 你有邪靈 你清乾淨才可以去趕邪靈 那你的見解是怎樣呢 當然 他應該清理了邪靈才可以趕邪靈 因為他自己都未 他的生命仍有破口 他連裡面的邪靈都趕不走 他怎麼可以趕走人家的邪靈呢 對吧 就是他的生命是給了魔鬼留地圖 他的生命裡面他是有的 其實基督徒呢 我們看那麽多前書六章十七節 但與主聯合的見識 與主成為一靈 我們跟耶穌是成為一靈 不過每一個人的程度不同 耶穌跟彼得說 撒旦去外後邊去法 就是說人可以被魔鬼留地圖 魔鬼他裡面可以有影響力的 那這個比例或者他的肉體的程度 他的罪性情也是一個比例 就是我們的新性情和罪性情的比例 有些人真的很聽神話 他真的呢 新性情是佔據他差不多整個生命的 罪性情只是有時候去嘗試去 就是令他犯罪 但是他即時處理 但是有些人是習慣性犯罪 習慣性是罵人 說謊話 看色情片 真的有基督徒是這樣的 是 了是神的說話 也都沒有什麼親近神的 這樣的基督徒 根本他大部分都是順從肉體的情緒 也都有很多的說話 是破壞教會 破壞基督徒 就是真的有這樣的基督徒 那所以他的生命 根本就是充滿破口 那是真的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們就很覺得 這些人可以去趕邪力 根本沒有可能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起床了 他講一句很簡單 在《九龍德後書》十章四節 第四到第五節 我們爭戰的兵器不是屬血氣力 乃是神裡面有能力 可以供破堅固的刑律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難阻人 燃擊神的那些自古 於是一再供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已絕回 其他都信服基督 就是叫這個人完全信服基督 那這要講到 我們的爭戰 不是屬血氣的 在神裡面有能力 可以供破堅固的刑律 到底什麼堅固的刑律 就是各樣的計謀 那些難阻人 用的神 那些自高之事 就是人的驕傲 一概供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已奪回 讓他的心已完全 回到耶穌那裡 給耶穌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就是叫這個人完全信服基督 但是很多基督徒 是根本 他覺得傳道人 就應該信服基督 而很多信徒 就不用這麼信服 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那而我們的爭戰是什麼呢 就是將人的心已絕回 但是很多人呢 那時候爭戰就在那裡 一直這麼喊 耶穌明的邪靈要離開 觀音的邪靈 黃大仙的邪靈要離開這個區域 但是當那些人一直在拜的時候 怎麼會離開這個區域呢 就是聖經講到這個 俗靈的爭戰呢 那是將人的心意奪回 叫他信服基督 也就是說有很多人 其實呢 這個心意是給了魔鬼 和他的驕傲 他的持高支持 是被魔鬼佔領了 所以他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清醒 你真的有這樣的基督徒 如果去到最極端 有些人是可以實在上恩 如果不是去到最極端的 是他是可以得救 不過是僅僅得救 或者他生命會破口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是如果他的行為是零 就是說他的信心是死的時候 信心沒有行為死的時候 他是不得救的 就是完全沒有生命的改變 完全不會知罪不會被改 他就是不得救的 好 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我們讓 興省的心 有一個興省的心來到神 打開的心 主要和我們一起 神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尼 感謝讚美尼神 你因為衝突前的恩典 你的恩典救我們肉 你是得性的 大家可以站在那裡 那些人哪有神職除了他們 我們可以抓緊神的應許 我們可以靠著耶穌 將人和魔鬼的手中奪回 並且將人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求主幫助我們聽了神的話 遵從神 行神的路 這個是最無福的 我們行神的路是最無福的 耶穌列都應許 在普天下傳呼音的時候 信的人都有神職除了他們 我們就是奉你的命可以趕跪 手按病人病人救必好鳥 神是會賜給我們這個能力 徒兵 可以去為人趕跪 趕跪 雪身方言 還有手按病人病人救必好鳥 求主幫助我們有潔淨的生命 潔淨的生命 處理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的生命可以被神使用 人若自潔 脫離悲賤的事 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結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日的善事 求主幫助我們成為聖結 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成為聖結的器皿 求主施恩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啊我們多謝你 因為有你萬事足 有神萬事足 有神我們都有權力 我們的生命可以發揮出來 讓我們看到 我們真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 耶穌說信的人都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奉耶穌祢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有這個權力 我們就有信心 靠著耶穌基督 我們可以得勝 靠著耶穌基督 我們可以為主作美好見證 我們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幫助他經歷聖靈的工作 幫助他生命 得安慰 得醫治 得釋放 求主施恩使用我們 求主的聖靈大大充滿我們 賜給我們平安喜樂的心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好啊 我們感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親愛聖靈 求你足摸我們的心 感動我們的心 親愛的四年 再次眾望我 你大能總悶我 悶眾我需要 只有你可依致我 只有你可更上我 神愛的四年 再次眾望我 主耶穌幫助我們 為你更新改變 為你提升生命 求主的聖靈大大囂灌在他身上 使用我們的生命 發揮我們的生命 叫我們靠耶穌得勝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耶穌是得勝的主 得勝的王 你是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們靠著耶穌 凡事都能作 能夠為主做偉大的事 求主詩恩祝福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阿門 我還有一點 阿門 我還有一點 我先沒有講到的 講到搜案病人那裡 其中一點很重要 就是如果本身有邪靈 或者在罪中 仍然糾纏的人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時有些罪的意念出現 但我們馬上處理 這就不是在罪中糾纏 有些人在罪中糾纏 有些人在罪中糾纏 有些人經常都負面 經常都低沉煩惱 有埋怨 或者是發脾氣 或者是得罪人 傷害人 有污衛的意念 或者是看色情的網 之類的 這些人不要為人看守祈禱 因為他的生命可以被邪靈入侵 以及他的罪也可以是影響他 攻擊他 因為邪靈和聖靈是有類似的地方 他是完全不類似的地方 就是聖靈是聖結 是光明的 是慈愛的 是公義的 是想人離開罪的 但是邪靈呢 是黑暗的 污衛的 叫人負面的 低沉的 失望的 犯罪的 但是有相似的地方 都是可以透過接觸傳統的 因為當邪靈坐落 就是本來是天使來的 所以他本來是天使 所以他跟聖靈是有類似的地方的 但是他一樣可以透過身體接觸之際 和他一樣可以令人身體有反應的 就是聖靈會叫人跌倒 或者身體移動 邪靈都可以的 所以我們單憑這些外面 我們分裂不了的 是一定不憑他的生命 那 而邪靈因為他本身的質素 還可以透過按走傳遞 這個東西仍然是有的 那所以呢 我們 但是那些人 怎麼會未處理好生命 是不要和人們按走的 是 他們呢 就 截定了生命 才不要為人們按走 也都不要趕邪靈 因為邪靈會攻擊他 這個就是最後的問題 OK 好 好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在 民造那裏發問 OK 好了 祝福大家 OK 畢牧師 剛才有一些 我聽不明白你講 你說是對方 就是被祈禱那個人 如果有邪靈的話呢 就是他常常都這樣 那我就 是被祈禱那個人 祈禱那個人 祈禱那個人 本身自己有邪靈 是的 就是他在罪中糾纏 或者他在罪中糾纏 或者在情緒中糾纏的人 不要去 OK 就是如果有一個 為人其他人 他自己被情緒糾纏 又有邪靈在那裏 他就不要為人按手祈禱了 先去處理 OK 那如果被祈禱那個人 他有邪靈的 又長期情緒低落的 那我可不可以為他按手祈禱的 可以 不過你本身一定要保守 你的生命潔淨 因為如果不是他都可以攻擊你 我試過有一個人 他跟他按手之後 他就 後來他用電話告訴我 因為我跟他在一起 他跟那個人趕斜禱 那他後來在路上 他就說 我現在坐在街邊那裏 我現在很低層 不想死 就是他被斜禱攻擊 那我就告訴他 不用怕的 你 其實這個給我們知覺 我們更加需要處理生命 我跟他祈禱 這樣就趕回出來 但是我們當然很 很容許罪在我們生命之中 但是有些人呢 他們很極端的 就是說 他們 他會 他會不鼓勵 基督徒來按手的 就算他處理好生命 都不會 因為他們覺得只是 就是他們經常都害怕 再有邪情侵 但是 正經這裡很明顯講 是神想所有人都按手 因為信的 因為神職除了他們 走的病人病人就變好了 所以是包括所有信的人 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有很大的見證 和很大的能力 但是 有很多人呢 就 因為害怕 死了 又尖嚴 就是怕別人那些 所以又不敢和別人按手 那其實我們不需要 不需要這麼害怕的 但是 我就鼓勵人 真是親近神 處理生命 我們就放心為何走祈禱 那如果真是有 人入侵的時候 就趕回出來 那其實 是難的 就是不要 誇大邪靈的工作 好像很難很難 那也有些人呢 覺得很難 因為他們呢 趕回都不走 那些邪靈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是因為他很注重 處理生命 他只是這麼說 就很辛苦 但是他肯聽話的時候 他肯處理生命 和神堅合心的關係 他就不需要 怕邪靈入侵 但是因為有些群體 他是很明顯說明的 他們不想 普通信徒去為人殺手的 他只是他們那些 就是那些 侍奉人才可以為人殺手 那在教會來說呢 那我也會這麼說的 在教會公開聚會 應該是牧師批准的人 才是為人殺手 但是如果在一些 就是個別 如果他本身都沒有邪靈的話 他個別和人祈禱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公開的聚會 因為有個意思 就是他代表教會的時候呢 那就不同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復活祖 為你祈禱了 那些復活祖應該是受活物的 是生命是潔淨的 才好為人殺手 但是如果基督徒的操練 應該任何基督徒都可以 處理生命由去操練 是不是有人想說話 是啊 是啊 如果不暗手就這樣站 可以嗎 不過很明顯有分別的 很明顯有分別的 因為我自己和人按手 我發覺是有分別的 是按手的時候呢 是能力大很多的 是有分別的 還有呢 按手呢 這個身體距離近 是有分別的 還有遠有分別的 就是近的時候呢 他會經歷那個能力 是明顯一些的 就是說 聖靈的動作在我們周圍呢 是有好像一個圈子的 有些人他們很強烈的恩公 是可以整個聚會的人 即時經歷聖靈的 這個是很強烈的恩公 很強烈神的動作 就是因為他們用很多時間去祈禱 所以他們那個能力很大 有些人 有些人在牧師在Zoom那裡 都可以大量地為人的醫治 那些是 零當別論 就是那些恩公是很重很大的 所以不可以用來做一般的 就是說 因為有些牧師真的在Zoom那裡 他們就可以來做很大的醫治 那些是很大很遠幾千萬里的距離 這個 這樣的時候透過聲音也是神可以祝福 因為我自己用電話和人祈禱 得醫治的人都有很多的 所以這個 那不是那個距離 是透過那個聲音去設計 真的嗎 那我們 我也想說 如果網上有些人在網上做的 我們不要盡都相信 我們要分辨 那有些人 譬如其中一些問題 就是他們會說 我和你祈禱你已經沒有病了 你要相信 你也是相信你還沒有病 不過 他不會說你還沒有病 你是已經沒有病 不過那個隱形也覺得有病 他說你要相信你現在已經得醫治 那這個其實 是的 就是 你沒有醫治也好 你信有醫治 那你就會 有些人 你也看見他 過程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